我知道我不是一個有豐富的監製經驗的監製人 但是一定是一個會陪著導演 等到最後一站的那個監製 我覺得是一個勤奮的演員 直到我覺得我開始有了 更主動地去塑造一個角色的意識 我已經失眠12年了 你才開始覺得自己越來越像一個成熟的演員 愛不起是一個詞咒 我想要全世界都愛了 這是你想要的嗎 是 看劇本的時候就有很多出雷電 真愛是能夠打破詛咒的勝利 真好還有人在相信真愛 劉思逸當時來我們辦公室的時候 他起碼他表現得很淡定吧 那一刻就會覺得說 我很認你這個東西 然後我會期待跟他一起去冒這個線 沒有什麼是更好的 來到你身邊的跟你一起並肩往前走的 它就是更好的 其實前段時間還有一個製片人跟我說 說你真勇敢 他說我到現在都不敢跟女導演們合作 他當時一句開玩笑的話 就確實是這兩年合作的這幾部戲都是女性導演 我們就是要彼此激勵 然後大家抱著團的 滾著團的一起往前走 一個戲它才可能有出口有機會 對 反正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合作的心跳吧 不管他是男導演還是女導演 可能在我這兒沒有那麼多的這種性別上的劃分 我一定會選擇我在直覺上我自己真的喜歡的東西 我就喜歡這些 有時候會有些怪一點的東西 就是我才會去掛監製 因為你要對這個戲負擔更多的責任 你要付出更多的心血 你會真的從頭到尾盯著它 代表著你個人的一種價值觀的選擇吧 我知道我不是一個有豐富的監製經驗的監製 但是一定是一個會陪的導演走到最後一站的那個監製 我是非常喜歡我們中演女外園 我一直覺得我們就是成熟的女演員 我們來到了創作最成熟的一個階段 在年輕的時候演戲 別人都會覺得可能你演了一個火了的戲 然後有了一個所謂的成功的角色 很多人都會說你運氣好好 因為你年輕嘛永遠都會對你提出質疑 其實不光他們對你提出質疑 你自己也不是自信的 你也會覺得我的狗屎運真好 然後就是我攤上了這麼一個角色 然後你也會對自己不夠滿意也不夠滿足 直到我覺得我開始有了更主動的去塑造一個角色的意識 然後並且我開始一點一點的能夠達到我自己所設想的 對這個角色的設計的時候 你才開始覺得自己越來越職業了 越來越像一個成熟的演員 我很感謝陳凱克導演 我覺得他是當時第一個相信我可以不用演喜劇 也一樣可以去傳遞角色魅力的導演 作為演員的這個自信心 開始累積一些經驗 同時養成好的這個創作的習慣 所以到現在為止我覺得可能每一次創作 我都會逼得我自己退回到原點吧 我從來不會覺得就是我上來就要用經驗去完成一個角色 我都還是會用笨辦法 就是你一定要做這些真正的走到現實生活裡頭去的這些功課 你得無時無刻地去吸收去學習 你才有可能保證你的每一個角色 他都是能夠有變化的 然後他都是足夠真實的 至少 Finally 您的角色